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ay to go 我們一起來看天氣 最近的天氣明顯回溫轉晴了 請大家好好的把握 要做些什麼事情呢 趕快準備一些冬季衣物 可以趁陽光出來晒洗一下 冬季真的要換季 棉被 厚重的棉被可以拿出來的 因為溫度開始慢慢的往下降 夏天的衣物呢 可以收掉只剩下1%了 這樣的天氣呢 北部的朋友持續到下週三 中南部更穩定會持續更久一點點 不過要留意空氣品質的問題 越往南部空氣品質 因為大氣擴散比較差 會更差一點點 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整個台灣的水氣都明顯減少了 請大家好好把握 近期比較穩定的天氣 可以盡量到戶外走一走 大多數朋友還是很喜歡 比較乾燥的天氣 可以到戶外走一走 不過東北部迎風面 還是偶有一些陣雨 目前來看的話這個變化呢 第一個可能是下禮拜四五的時候 有一些東北風會南下 不過呢南下的幅度 它的量沒有那麼的多 所以各位可以放心 但是溫度有可能會再下滑 那未來呢大概一兩個禮拜 都還是看北方的這個系統的影響 那當然東北風的形狀下 各位有沒有看 這個是都東半部 就容易有一些陣雨會發生 迎風面這個叫迎風面的陣雨 那目前來看的話 整個我們現在平衡 颱風很像未來一個禮拜到十天 七到十天大概會穩定一段時間 但是不代表以後沒有颱風 十一二月有颱風都很正常 可能有一些系統發展都很正常 我們慢慢靜觀其變 各位不要太緊張 那未來呢其實要注意一下就是溫度 各位有沒有看到 北部的溫度呢 這個離六日一二三都不錯啦 禮拜四五就明顯往下掉一點點 因為東北風會增強 那未進的溫度呢大概就一波一波 這樣溜滑地這樣 降降降慢慢的降 到了這個十一月下底 十一月底十二月就很有感了 所以請大家要準備喔 不要還期待又秋老虎三十幾度 天氣夏天 可能會有 但是老實說機率越來越小了 那南部呢就沒有這麼大的變化 南北真的差距蠻大的 這個南部的天氣呢 像是北部這個 大概八月九月 九月的時候的這個溫度 大概有慢了一個月的時間 這個就是我們的 台灣特殊的地理的氣候 那未來這幾天呢 東北部迎風面 還是有些短暗陣雨喔 但是大致上慢慢的放晴當中 偶陣雨偶陣雨都有 那西半部呢都很穩定 請大家好好把握 那當然空品就比較超啦 你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雲嘉南啊高頻 都會比較超一點點 那另外呢這個溫度呢 早晚還是涼涼的 但是其實大致上 沒有像這兩天那麼冷 東半部還是偶陣雨 然後未來呢 其實要注意一下 明天白天 北部回溫了喔 二十六七度 中南部呢三十度 三十度 這個南北呢 真是溫度有差的喔 那東半部呢還是偶陣雨 二十三到二十八度 也算是舒服的溫度 但是一樣 短暫的偶陣雨 請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WeatherGo 我們明天見